幻距 过桥费是否涨价 决定权在选民手上 关于过桥费涨价的提案已经得到交通局通过 将会被放在今年6月的选票上 由选民投票决定是否涨价 一旦投票通过涨价的提案 这样就会在明年先升1元 到2022年再升1元 最后一次升价是在2025年 这样到了2025年的时候 除了金门大桥之外 所有湾区过海的桥梁都会升价3元 交通高峰期过桥费是8元 而海湾大桥就要9元 提高过桥费后获得的收益 将会撥给几个公共交通部门 包括其中5亿 撥给接运公司购买新的接运列车 4亿会用作接运公司 直谷延长线的第二期工程 而3亿 撥给东湾阿拉米达院 和Contra Costa院 周制80号公路 和三环市101号公路 开通高速公路快速行车道 而2亿7500万 将会扣置新的渡轮 和增加渡轮服务 天下卫视记者 旅见感报道